开完东风标志508 再开本田雅阁 也许大家选择上会选 我肯定选雅阁啊 标东风标志508品牌力不行 但是咱抛弃品牌力 咱说车的性能好与坏 那么咱就说一下啊 可能大家是最关心的 开这个标志508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它这个动力是非常前进的 1.8T涡轮扎的房子 211日马力 可以说拉东这台车 动力是非常好的 推背感极强 而且转向非常凌确 非常精准 没有任何虚位 过弯时呢 底盘的扎实感非常好 悬化的支撑 还有这个底盘的扎实感 都是特别稳的 而且这台车 既隔音 静音做的特别棒 这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 它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啥呢 缺点就是变速箱 愿意平缓的 平凡的就是混档 你在这个速度不一样的时候啊 给这个油门踏板啊 或者送油门踏板的时候 它这个变速箱 平凡的就混档啊 让人感觉有点 不是那么太舒服 其他的都非常好 完全是物超所值 那反过头的 我们在开这个本田亚格的时候 所以他的隔音 真的做的没有那么好 操控也没有508那么好 底盘的扎实感 也没有标志508那么好 真的是这么说 只能说啊 本田 他的品牌影响力 要比这个标志508好一些 别的真是一塌糊涂 你这是不开不知道 一开吓一跳 就是这样 我一点不乱悬 那么有没有开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或者是也买过的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想法 我们在评论区间 标志508 售价15万到21万 定位中型车 BG车 价位 这个中型车 这个价位还是非常便宜的 156万到212万 并且有1.6T和匹配6AT版本 还有1.8T和匹配8AT版本 都是非常不错的 都是AT变速型 非常不错的 那么扭矩1.8T达到了300 马力达到了211 1.8T能达到211的马力 调教的也是非常不错了 也属于高功率的一个发动机了 是不是 轴距是2848 轴距也完全符合一个 中型车的一个尺寸 那么反过头 我们再看这个 本田的雅阁 它有这个混动 2.0R的混动 还有1.5T燃油版 那么我们就剩下燃油版 因为标志508嘛 毕竟是燃油的 那燃油这个本田雅阁 它售价是17万到25万 整体从低配高配 要比标志508贵了三四万 那么它却给你个 1.5T的沃洛扎发动机 还没有人家 标志5081.6T强劲 为什么呢 它的扭矩才260啊 马力才194 这个扭矩和马力 跟那个标志的1.8T比 差好几次马力啊 是不是差了20马力的 轴距是2830 两台轴距都差不多 那么再说一下外观内饰 东风标志508 外观 再丑啊 好像没有那么高档 但是一丑丑 这个品控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做得很高端很大气 完全符合中型的 车的一个这个外观 很好看 很有个性的车 那么内饰呢 可以说设计感很前卫 很前卫可以说的啊 运动很足啊 并且很有客气的一台车 运动风而然很强烈 那么 雅阁呢 他现在这一年混蛋 也是骗运动 也是非常好看的 外观 内饰呢 用了做工 我认为这两台车 比对比啊 还是标志508 稍稍能好一点点 为了大家 总方评论点赞 拜拜